周刊集团正式迈入20周年 从平面媒体跨进了数位时代 如今还要导入AI科技 而为了推广全民理财导的目标 还寄出了高额奖金 要选拔理财大使 帮助全民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周刊总裁和总经理 以及金管会副主委徐永清 多位政府官员以及财经界人士 一起启动玻璃球 为周刊集团20周年的记者会开幕 20年一路走来 就像是在抚养一个孩子长大 从平面媒体跨进数位时代 如今还要导入AI科技 注入AI理财策研 就是你进入我们的网站 只要刷一刷脸 那么几秒钟之内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理财指数高不高 周刊总裁还表示 以后台湾生活经济和年轻人 培训理财的观念一定会成为趋势 所谓的这个全民理财岛可以 培训理财人才的摇览 那我们可以培训这一方面的理财专业 理财专才的人能够到国外去赚取外汇 不只看好台湾的人才为了推广全民理财岛的目标 周刊甚至祭出了高额奖金选拔理财大使 表扬年轻一代的杰出理财达人 鼓励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善用现在的理财工具 就是AI科技来协助你去这个挑选最有价值的股票 因为理财对没有保证一定获利 我们一定要有停损 帮助全民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集团努力跟云数未整合希望再创黄金20年 东森财经新闻张战黄福祥台北报道